是一桌我在彰化有冒日的天使 欸你們是跟我一樣去拍起youtube 就是溜走各縣市 就先啊我先看家裡 然後說欸我現在要移到台北 然後才把他轉直播到台北 也說榴槤好像都被 欸不是榴槤 榴槤 大家晚安 今天呢是提前跟大家一起過端午節 因為我想說下禮拜大家端午連假過完之後 再看到肉粽可能會覺得 哪是這個 但是呢我本人就是一個非常愛吃肉粽的人 其實我恨不得這兩週呢 直播通通都是吃肉粽 但我室友可能會白眼翻到後腦槽 再繞一圈回來跟我說 不可以這樣子 這樣不有事 對然後今天呢我要來開箱的是兩家肉粽 然後這一個呢是萬豪酒店的肉粽 它叫做黃金傳香豬蹄粽 988塊 它袋子超級福氣的欸 真的真的很大一顆 然後吹的時候我們今天吹了三 是因為我怕它沒有熟 好我們先來試試看 先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 就會長出一朵花 來囉 來囉 開花 開花 看起來真的很厲害耶 喔 它真的是一個蹄膀耶 你看看 這上面還有辣椒 栗子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一朵花嗎 我們來讓它看起來長得合理一點點 因為現在這個有點孔雀開屏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 有人說料很多 因為它一顆988 而且只有一顆 我覺得料多是滿合理的一件事 這個應該是荷葉吧 最下面這個 有人說像高麗菜是不是 這樣有漂亮嗎 看起來不錯吧 這個是肉粽嗎 這是油飯吧 這皮好像有點硬耶 我來切切看 你們看這個 我剛剛用筷子就是覺得有點硬 結果用刀子切其實還滿順的 喔 這一塊都是肥肉 這是NANIKO咧 這什麼療癒系的東西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豬腳 好吃耶 這米糕啦 大家相信我它就是米糕 它的豬皮肉口你在咬的時候 它其實一咬就斷了 是屬於比較嫩的那一種 可是它又帶有一點點Q的感覺 我覺得它口感處理還滿好的耶 對 它就是油飯 大家不要懷疑它就是油飯 好 我今天準備了 冬泉辣椒醬 艾滋味甜辣醬 跟萬家鄉的香菇素蠔油 你看這個側面看起來多漂亮 我有點出鏡了 如果你們想想我的話 等我一下嘿 如果你想我你就告訴我 加著甜辣醬 它是肉粽的感覺就出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 肉粽的感覺就是要加甜辣醬 哇 你們看這個 很黑耶 這個再把它蓋上來 這個就是一個豬腳的握握 有沒有 肥肉怎麼這麼好吃 肥肉細塗蛋出來 欸 加海山醬其實也不錯耶 整個味道不太一樣 欸 裡面超多栗子的耶 這個中間這裡也有栗子 這一個 這個是加冬泉辣椒醬的 喔 加冬泉辣椒醬很搭耶 你看這個 哇 有一個很準 可惡 你要去哪兒 可是吃肉粽其實我不太喜歡 裡面有放 一直滾走了 剛剛那一幕大家就先假裝沒看到 嗯 加的香菇素好友啊 跟它原本肉粽的調味太像了 所以吃起來其實沒有加分的感覺 欸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哇 甜辣醬比較搭 今天這全部吃起來 你看這個 它就是一塊屁 然後就是一個油飯在下面 瑞琳說還好不是包中部粽 中部粽還好吧 海景第一房 它這個辣椒還真的不會辣耶 我剛剛在想說這個辣椒應該不會辣吧 所以我就很認真地吃了一口 覺得真的不會辣 喔 會辣 會辣 我還以為它不會辣 吃完了 別想說我 我真的辣好辣 對 我真的好辣 不是說我本人 我就是一個Spicy Girl 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 松山一色花開富貴 頂級金粽禮盒 這個是1880 4顆 然後裡面有和牛跟那個 一比利豬 我們就來試試看它的味道 究竟是怎麼樣 這個是和牛 和牛的這個究竟味道 會是怎麼樣呢 喔 這個就是龜長喔 這個啦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耶 你們剛剛說有點像麻糬的這個 欸 我手很乾淨喔 所以我用手稍微摸一下 因為它有點黏 所以有點難剝下來 我跟你講你真的要出來 你現在心情不好 你覺得要被吃掉 不想要掉下來對不對 我跟你講人生就是這樣 你已經變成肉粽了 你就乖乖被我吃吧 這種絕對不能直接吃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是開箱比較貴的肉粽 我們要一顆一顆切開 裡面這裡有栗子 然後這裡是干貝 小干貝 這個應該叫豬貝 欸 他說有金箔 我怎麼沒有看到金箔啊 這個應該就是所謂的和牛M9 可是它看起來似乎相當的寂寂 它裡面的豬貝啊 裡面的那個貝類很多 這也太黏了吧 你看這個 哇 好像麻糬喔 這個口感我實在喜歡耶 它裡面的那個肉的味道是有一點甜甜的 然後再加上紅腸桃的味 所以吃起來是有點甜鹹甜鹹的 然後再搭配上外面的糯米 所以它吃起來吃 我覺得不難吃還OK 可是沒有到經驗 就是普通 超級像超貴 可是我比較喜歡超貴的原因 是因為超貴的皮比較薄 這個皮有點厚 所以它咬起來其實沒有很好咬耶 可是它裡面的背 豬背真的很多 可是我對豬背還好 它皮不好咬耶 我們另外一顆給室友好了 它吃起來其實沒有高級的感覺 味道也沒有很細緻 然後我沒有看到它的金箔餒 皮要薄薄的才能看透內餡嗎 才能看透 四個字 堅持到底合我 對 這老人吃 老人跟小孩子吃都太危險了 因為它這個有點太醜了 這個 來 我剛剛看到有人說 這個帶假牙的不可以喔 你們先等我一下 你們先自己聊天 但我默默的先把它咬完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開箱它的鮑魚一比利鬆板豬肉粽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味道怎麼樣 它這個粽葉是用貴族筍的那個葉子 什麼要付錢了是不是 稍等 然後就從袖子裡面拿出來 您說多少錢啊 這個打開 這個 哇 這個長得 你看整個鮑魚在這耶 然後鮑魚 香菇 然後剛剛的銀杏 栗子還有干貝 這個干貝就是大顆的了 我覺得鮑魚對我來說吃起來有點像杏鮑 什麼 我們先來吃一下原味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加醬 加醬 這樣妳不要一直掉 待會兒 這樣子 困擾 這看起來其實就是油飯 然後上面還有小干貝耶 這個難怪它價格偏貴 來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基本上就是你咬的時候就有干貝的甜味 後面就是梅干菜 追梗而來 然後就把那個味道給蓋過去 然後米飯吃得出來 它有點粒粒分明的感覺 可是它又有點偏軟 我覺得它有點介於炒飯跟油飯之間 但它的肥肉的那個油脂的味道啊 很濃郁 可是又不會到過於 你會覺得油膩膩口味那種油味 我還蠻喜歡的 我還蠻喜歡的 給你們看一下 看到鹹蛋黃的啦 你看這個 裡面就算有蛋黃啊 加醬跟吃到蛋黃的味道就很棒了 可是我覺得也真的是也不到經驗 就是它的材料非常的頂級 可是吃起來的味道就是還可以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比剛剛的龜長好吃耶 認真來說 白色衣服又要掰 我每件白色衣服都超髒的 真的是 我們來吃一下這大顆的干貝 我們這種干貝都好乾啊 一絲一絲的 我剛剛挖到它的一比利豬肉 這個肥肉好好吃喔 它那個肥肉的香氣炸開耶 它就裡面整顆都包那個就好啦 包這麼酷的幹嘛 你看 你的跳鼠也好 我是有在我旁邊默默的跳鼠 好 我們來吃一下噴頭的肉粽 然後我們今天經典是嗎 一顆40 一顆70了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 肉粽裡面是包那種比較貴的材料 我還是比較喜歡肉粽裡面 就是你一定要有肥肉 入口即化的肥肉 其他就是像干貝啊鮑魚那些 就是對我來說就是可有可無這樣子 喔 這個 喔喔喔 你有看到嗎 這個 等一下把它丟下來 明天我一定要自己來包一下肉粽 我覺得包肉粽會有點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來 你看一下這個 裡面有蛋黃 然後跟豬肉的 漂亮 因為我們買了40顆 所以其實我這一天已經陸陸續有吃了 但這一顆為什麼沒什麼肥肉 接下來呢 我有點忘記70塊是多了什麼 喔喔喔喔 肥肉來了 這個是70塊的 因為這裡有一個干貨的那個干貝 我跟你講干貝真的不是重點 你們看一下這個 哇 你有看到它嗎 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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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吃肉粽就是要吃有肥肉的 你知道嗎 喔 你看這個肥肉 Sylvia 我送你生日肥肉 這個做好多人生日雙子跟巨蟹 雙子跟巨蟹也是讚啊 最讚的還是金牛 因為金牛是我本人 這是一個聖誕花 這個是有干貝的 然後跟花生的 真正的最後一口在這 完美 我看到的那隻豬 牠生前 在大草原上奔爬 滿美 然後就在我嘴裡面滑倒了 喔 那個油脂就在我嘴裡面噴發 優秀 吃完之後 我發現我還是比較喜歡吃傳統的肉粽 好 今天呢 要來開箱全家跟真主丹聯名的新品 這個是真主丹黑糖奶茶QQ球 我們來試一下 打開它的那個是長這樣子 很可愛耶 保齡球嗎 我覺得不好吃耶 有點太甜了 裡面的珍珠啊 吃起來就很像QQ的軟糖 吃起來的黑糖味道還滿重的 可是它就是很死甜 所以我覺得 會不好吃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黑糖奶茶夾心餅 它上面有說用真主丹 主產的黑糖 這裡 職人嚴選 打開喔 我來擺一塊塊錢 打開就是長這樣子 裡面有四個 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之前不是有牛軋糖蔥餅那種感覺嗎 這個還不錯耶 它裡面真的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慕斯的那種醬的那種感覺 你看 然後它的外面這個餅乾啊 吃起來是黑糖的味道 然後有撒一點點那個砂糖在上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吃起來口感還滿好的 嚴選黑糖爆米花 裡面有四十克 打開是有點像是那個 蘑菇星球的爆米花的感覺 現在的爆米花好像都是這種 那種圓圓的比較膨的這種對不對 但我覺得吃起來的味道 有點焦糖的感覺 比較不像黑糖的味道耶 吃起來我覺得還OK耶 我覺得它不難吃耶 可是就是它一包69塊 我覺得它吃起來也沒有到經驗 它就是普通 然後再來是經典法蘭蘇 裡面有七片 我覺得這包裝好像沒有很好看 我會評論起人家的包裝了 好 它打開是這樣子 有點氣感的感覺 可能就是有摔到的感覺 這不好吃 它外面這兩片的味道很像那種 冰淇淋甜筒的味道耶 不是說它是法國酥喔 我也不是說它是法蘭蘇 接下來是太太奶茶戚風蛋糕 給你們看一下 它裡面這個盒子還滿可愛的 有點像是那種 可以拿去野餐的那種蛋糕 先把這一層門撕掉 泰奶在中間 泰泰 泰泰 然後我覺得它泰奶的味道 其實沒有到很重耶 這個我沒有很 我覺得很 嗯 對 我覺得你們懂我意思齁 今天開箱的這幾個品項 就是全家專政主蛋聯名的 12345 我開五個品項 我個人覺得你們可以嘗 先看看是這個 黑糖奶茶夾心餅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還OK耶 可是它就是四個49塊 所以你們可以斟酌一下 你們自己要不要買它 然後其他的話 我覺得吃起來都還好 我覺得最昂貴 最打妹的是這個QQ球 這個買了會生氣耶 這個可以買給同事吃耶 You know what 意思 今天呢前面吃開箱的呢 就是松山益社跟萬豪酒店 他們的比較濕滑的那個肉粽 也不算濕滑 其實還有更貴 但我沒有買到 就是比較偏貴的頂級的那個肉粽 然後後面是開箱 全家專政是跟真主蛋聯名的商品 然後先預祝大家端午嘉節愉快 然後吃肉粽要記得不要吃太多了 本肚子會不爽快喔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 接下來我們下禮拜三有直播 我們就下禮拜三見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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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